大家早安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首先一起看看氣流的分析 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廣東沿岸 其實現在都是吹著偏東風 我們都是受一些海洋氣流影響 所以今早起床沒有覺得那麼冷 我們一起再看看 在維港看出去 其實今早看到我們有些低雲 不過在雲的垃圾之間 其實都看到幾光猛 我們預計今天來說 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其實我們再看看 在衛星雲圖香港這個位置 廣東元朗地區和南海的北部 現在只有薄薄的雲塵覆蓋 所以整個區域來說 都會日間看到陽光 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二十五度 而今晚會有微雨和薄霧 吹和緩的偏東風 今個星期的天氣又會如何 我們一起看看天氣的預測圖 香港這個位置 綠色黃色是比較沒有那麼冷的空氣 而藍色相對是冷的空氣 我們預計未來的一兩天 比較沒有那麼冷的空氣 仍然影響著我們元朗地區 不過要留意 藍色凍的空氣 其實會慢慢在北方南下 去到本州的後期 尤其是開始 簡直會抵達我們元朗地區 到時氣溫會顯著下降 所以我們一起展望 未來一兩天仍然受海洋性的氣流影響 所以都會部份時間有陽光 日間的天氣溫暖 留意 本州的後期 開始受東北國有風的影響 會有雨 和氣溫顯著下降 我們再看看溫度的預測 我們看到去到本州後期 尤其是去到週末以至下週初 氣溫一直都是直線下降 而去到星期日 星期日 低溫更加有機會下降至13至14度 天氣明顯是轉動的 大家要留意 今個星期天氣的轉變 要做好準備 今節的天氣先講到這裡 再見